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6月1日表示,乌克兰已向美国承诺,不会使用美国提供的先进火箭系统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作为预计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公布的价值7亿美元的武器计划的一部分,乔拜登总统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能够精准打击俄罗斯远程目标的火箭系统。 关于土耳其抵制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召集这些国家的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北欧邻国上个月申请加入北约,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他们遭到土耳其的抵制。 土耳其指责他们是库尔德武装分子的避风港,并希望他们取消武器出口禁令。 布林肯表示,应该考虑到北约成员国的安全问题,但他相信芬兰和瑞典的入盟进程将继续推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